小说中的花无缺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角色 他不仅拥有高超的武功 还有着温文尔雅千功而又傲气的气质 是一位真正的爵士高手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古龙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 其中花无缺这个角色也被不同的演员所扮演 在这些版本中哪一个版本的花无缺最经典呢 下面让我们来一一盘点第一位谢霆锋 谢霆锋作为香港娱乐圈的知名演员和歌手 很少涉足电视剧领域 但他在2005年出演的电视剧《小悠儿与花无缺》中 饰演了极具代表性的角色花无缺堪称代表作之一 谢霆锋在剧中塑造了一个外表清冷俊美 内心孤傲的花无缺 他的演技精湛 将这个角色的气质和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他与范冰冰饰演的铁星兰之间的情感线 令人动容 整个剧集中他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成为了经典角色之一